这一段里面出现非常非常多的接续注词 我跟各位讲过日文的接续注词 它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所以这些接续注词我跟各位讲过 它全部有几个?14个 这14个接续注词全部要熟练 我们讲过日文的接续注词 全部分为大概分为四大人 第一个瞬间 也就是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 第二个密接 虽然怎么样可是怎么样 第三个病例 病例或者是并列黑列子 黑离子都没有关系 逆施子、云施子 最后一个是甲定 甲定这一层就好 甲定有两个托根吗? 并列有三个西 还有应列西、还有Nagara、Tari、Suru的句型 逆接最多有六个 是Ga、Moni 相对的这个就是Ka、Mode 还有一个T型也可以 当然T也可以代表并列 但是这个地方我就抓到这边来就好了 这个还有Tereども 还有一个Tocoro de 还有Mono 还有一个Kemo 这个就是全部十四个接续注词 这十四个接续注词 我希望各位全部记住 所以你看这里面出现了好多个 那个里面的用法 所以你看哦 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你在解读日文的句子的时候 无论如何先把注词框起来 你在框注词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这些东西的存在 要不然你永远都在跳着看 那个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当你框起来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会知道 他所用的位置 有点赞,有点赞,有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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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